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料于10月10日访问华盛顿 与美方团队进行新一轮高级别贸易谈判 就在当地时间10月3日 美国商务部宣布 对价值约44亿美元的中国进口木质橱柜和洗手间柜 加征28.7%到251.6%不等的反倾销关税 这次的橱柜倾销调查案 是应美国橱柜联盟3月6日提交的请愿书启动的 调查结果于中美谈判前一周公布 算是给中方送上的一份大礼 同一天 川普总统还在白宫强硬表示 如果中方没有做到美国想要的 那么美方还有很多其他选项 中美贸易谈判从5月翻盘 之后局面一再反复 直到这次双方敲定 刘鹤以习近平特使身份再度赴美 以历史5个月 5个月来 中方除数次购买美国大豆及农产品之外 至今也没展示出愿意遵守对美承诺 在经济领域做出结构性改革的意图 就在此前一周 彭博社报道说 川普政府初步考虑限制中国公司在美国交易所上市 迅速引发外界关于中国企业被迫退市的恐慌 虽然美国财政部隔天就澄清说并无这种打算 可路透社又透露 纳斯达克证交所正用收紧 放还审批速度等方式来限制中国小企业的新股发行 而这并非出于美国政府的要求 而是金融界意识到中概股背后猫腻甚多 自发采取的措施 美国方面在谈判前频繁传出这类消息 是川普政府为达成协议预先向中方施压吗 有观察人士认为 未必如此 川普与中方继续谈判的目的 可能根本就不在于一份协议 台湾上报今天刊发黄乐旗的分析文章 认为11后中美也不可能达成协议 文章说 我们必须要问 川普是否天真的相信 中方会愿意在强迫技术转移 补贴国企及侵犯知识产权方面做出妥协 他真的对中共这个对手只有片面认识 如果答案是否 那么川普表面仍然与中方经贸磋商 更大的可能是 为重整现实美中经济结构和撤资争取空间 文章判断 要求中企除牌退市的政策是否落实并不重要 威慑还想继续与中资合作的美企 才是白宫用意所在 要外商撤资空有甜言蜜语并不够 也需要施压 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利投资 不稳定的市场 正是美国在做的事 外企撤离将令中共的外汇储备被清空 失业危机与银行信贷危机被逼爆 加速千疮百孔的中国经济的崩溃 与此同时 文章认为 撤资需要时间 美方还会防范 过程中 北京利用香港这个跳板 从外部获取资金和技术 因为中国有七成外资都经香港投资 而且香港具最大人民币离岸中心 和独立关税区等功能 除逃避美国关税外 更能助中共非法输入 不出口到中国的高科技 因此 美国需要双管齐下 封掉中共利用香港逃生的机会 在这方面 预估本月将获参众两院通过的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将起到不小作用 文章说 美国肯定清楚 香港对经济趋弱的中国之重要性 必定加以善用 川普前段时间任命两大之中派 兼对中共的坚定鹰派奥布莱恩与博明 分别担任国家安全顾问与副国家安全顾问 五角大楼最近又前所未有的增设了一名 专门负责处理中国事务的副助理部长 这也是该部唯一一个主管单一国家事务的职位 明显针对意图在亚太挑战美国的中共 从这些变化来看 川普不仅全无让中美关系趋合之意 而且是对中共启动全方位的围攻态势 因此外界普遍认为 中美达成贸易协议的可能性不大 华盛顿较大可能会在10月15日 如期将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税率 从25%上调至30% 以下新闻由欧洲希望直升记者正品报道